台湾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将在4月10日访问美国 那么海外侨胞最近都动了起来 尤其是洛杉矶 传出了唯一一场的韩国瑜洛杉矶晚宴有黄牛票 一张要喊价到250美元 整合台币7500元 但仍然被抢光 不同于总统马英九2017年卸任后首次访美 在旧金山晚宴上欢唱San Francisco 全场600人同乐 之后还有总统蔡英文 2018年在国民党党员集体缺席下 仍在洛杉矶缔造出1200人桥宴 全场灌溉云集 而这回即将来访的高雄市长韩国瑜 则被侨胞私下赞为更厉害 因为主办单位玉山科技协会 预估750人的晚宴 入场票都还没印好 已经预售一空 甚至还有侨领被抓包 私下卖起黄牛票 一张喊到台币7500元 照样电话接到手软 韩国瑜这次可以说到100分 那总统这边可能就六七十分 当然都是主动 但是没有积极参与 就是说抢 用抢的这种 面对韩流在洛杉矶桥界 引发惊人威力 罗审中华会馆主席梁永泰 一点也不惊讶 因为光旗下27所桥团 老早预购任领20桌 全部要挺韩国瑜 从来没有政治人物 可能没有拿这么多国旗来出来 我真的很欣赏这个人 局地去的 正是因为论人气论行情 市长韩国瑜比起马英九 蔡英文一点也不逊色 然而面对这次桥界市 欢迎韩市长 还是下一届总统候选人 侨胞也议论纷纷 明明还看不到一张晚宴入场票 洛杉矶桥界却已经出现 欢迎韩总统与黄牛票抢钱 两种角力声音 韩国瑜访美未眼先轰动 如何让台湾与美国侨胞 人人都满意 将首次冲击到 韩国瑜团队的外交智慧 东西文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